死丫头死俊 赔钱的货 从小吃了我多少米啊 想上学没玩 做梦去吧 这个女孩为了能够上学 竟然不惜学识饿死自己 女孩名叫春草 出生在孟湾村一个贫困家庭 父亲身体不好 家里只有母亲辛苦操持全家生计 小春草自幼开始就帮忙做家务 重男轻女的妈妈对弟弟百般疼爱 只有大姑最疼春草 大姑告诉她这辈子一定要有文化 上学识字长本事 有了本事呢就能挣钱 有了钱别人就不敢欺负你啊 有自己的钱才能过上好日子 大姑还要出钱供春草上学 春草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学 我没气你 我只想上学 女孩子家上什么学啊 母亲却要她再等等 弟弟还小 让春草先照顾弟弟 可怜的春草慢慢长大 唯一疼爱她的大姑突然去世 倔强的春草在大姑坟前 向母亲提出要上学的要求 母亲却说大姑留的钱只能够全家吃饭 等有钱了再让春草上学 董事的春草又一次同意了 春草心里始终记得大姑的话 为了攒够上学的学费 春草甚至卖掉了自己的头发 时间一天天过去 自己的弟弟春雨也上学了 春草这才知道母亲骗了自己 她打心眼里羡慕能上学的孩子 只能跑到学校教室外听课 请楼老师帮助说服母亲 却也被母亲找理由回绝 母亲态度十分坚决 又小的春草绝望了 她只能断水绝食以死抗争 母亲拗不过她只得答应 你上学去 你去上学 上你的学去 你胜利了 春草终于圆了自己的上学梦 她和同学一起坐在教室里 春草无限幸福地大声朗读 山上的野花开了 山上的野花开了 我不退学 我不退学 我四月不退 贫穷的女孩春草终于上学了 她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春草白天在学校努力学习 放学之后必须得马上跑回家干活 春草考试得了第一名 她幸福地捧着大红奖状回家 本想得到母亲的表扬 妈 你看我的奖状 我考试得了第一名 可是母亲却显得冷漠 春草上学后家里更加贫困 母亲为了挣钱承包了一片竹林 可是她因一次意外摔成骨折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 春草不得不退学 从此扛起全家的重担 含泪告别她仅三个月的学习生涯 春草从此在心里埋下记恨母亲的种子 一直支持鼓励春草的楼老师走了 走之前送给春草钢笔和笔记本 龙老师考上大学走了 他还让我把这个给你 叮嘱她一定要继续学知识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春草深深明白一个道理 不能上学就要有自己的钱 她心里暗暗打定主意 要求卖货的钱自己要提议成 春草努力攒钱 也攒起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她挑着担子每天去集市叫卖 回家后给全家人做饭吃 还经常用赚来的钱给父亲买东西 时间很快过去 春草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16岁的春草出落的婷婷玉丽 恰巧此时 在献力生活的大伯儿媳妇生了双胞胎 他们想请春草去帮忙 春草第一次离开农村 踏上了打工之路 春草吃苦耐劳 聪明能干 但是已婚的堂哥竟然喜欢上春草 常找各种借口 试图亲近 小姑娘才能勾你的魂嘛 对吧 我给你生两个儿子 你还花心 不要脸 她可是你妹呀 你乱讲什么 春草在堂哥家里勤勤恳恳 但是敏感的堂嫂意识到两个人之间不正常 开始有意无意提醒她 两个人最终爆发了争吵 春草不能忍受堂哥的调戏 收拾好东西坚决要求离开 堂伯得知儿子花心的本性 年纪大的堂伯很好面子 她为了稀释宁人 在春草离开时多给了她工钱 打工不到两个月 春草就跑回了家 父母都觉得很疑惑 春草 你怎么回来了 一向关心春草的父亲终于问出原因 和过去一样 到底是怎么回的事 跟爸说 母亲拉着春草去堂伯家理论 表示春草绝不能被人欺负 唐伯主动提出给春草一年的工钱 并且下跪道歉请求原谅 母亲一番强硬的举动 最终为春草找回了尊严 倔强的春草终于出了这口闷气 我跟你说啊 女人什么气都能受 就不能受这种气 回家后她几次要感谢母亲 却欲言又止 春草感受到了母亲冷酷外表下的爱 多年来积攒的怨气似乎融化了 春草第一次主动去关心母亲 去竹林帮她提水砍竹 这对隔阂多年的母女 她们之间的尖兵逐渐融化 春草的少女情怀渐渐打开 她开始考虑自己以后嫁什么样的人 镇上开杂货铺的阿明妈喜欢春草 替儿子向春草母亲说清 母亲认为这是一门好亲事 欣然接纳了彩礼 春草却坚决不嫁 她有自己的想法 春草又一次爆发了 她指责母亲是在用彩礼换大哥成亲的钱 父母只好低声下去去退彩礼 在别人面前遭尽了数落 春草和好友梅子探讨定亲的事 她幸福地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春草说自己不能一辈子在山里活着 绝不找山里人 而且一定要找个读过书的 她始终向往外面的世界 我愿意 谁管得 愿意 走 你凭什么愿意啊 凭什么愿意啊 春草的闺蜜梅子要结婚了 对象是沈城领导的秘书 梅子邀请春草为自己当伴娘 春草得知后很开心 她心冲冲地去集市买漂亮衣服 并亲手为梅子绣了一床被子 可是梅子妈却不同意春草当伴娘 她心里极其嫌弃春草 坚持说村里人议论春草是使女 不吉利的春草会毁了梅子幸福 梅子妈擅自换了另一个伴娘 春草心冲冲赶来 得知此事之后十分难过 她心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就连亲手绣了很多天的礼物 梅子妈都不肯收下 春草伤心极了 她生气地扯坏礼物 哭着冲着大声喊自己不是使女 以后要做最漂亮的新娘 回到家之后春草自言自语 讲述了自己对未来的向往 父母和兄弟都关心地围在她身边 母亲更是一反常态地安慰她 经历了此事的春草心情压抑 她想去山外的世界看看 春草在颠簸的长途汽车上 认识了一个轻瘦的高中生河水远 她听说河水远考过大学 爸爸也是老师 春草羡慕极了 两个人相谈甚欢 春草眼神里流露出久违的开心 她被河水远常说的四个字成语 和听起来很有知识的话吸引住了 两人萌生情愫 春草内心苦闷已久的情感得以抒发 情窦初开的春草在河水远身边十分娇羞 河水远请春草看了电影 这是春草平生以来看的第一部电影 《滚滚红尘》 春草看得泪流满面 两人依依不舍地走出电影院 在小饭馆点了满满一桌子菜 河水远对春草十分体贴 春草大受感动 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如此高兴过 决定以后每年都在这一天过生日 河水远告诉春草自己今年要参加高考 春草害怕河水远考上大学后忘了自己 河水远连忙安慰她 春草又想起自己的伤心事 痛哭着抱怨起自己的母亲 母亲不让她读书是她一生的遗憾 河水远说会经常给春草写信 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春草上了回家的最后一辆车 河水远送给她一面小镜子做定情礼物 两人一一惜别 春草不忍离去泪流满面 回到家之后春草内心甜蜜 春草去给大姑上坟 告诉她要一辈子和河水远在一起 春草给河水远织毛衣 每天去村口判河水远的信 终于等到高考之后就来找她的消息 春草激动不已 她去城里让春雨打听河水远的消息 还去邮局偷看河水远的姑姑 认定了河水远没有骗自己 高考那天春草来到考场 却不见河水远身影 询问老师才知道河水远早在去年就退了学 根本没有复读和高考 而是在做小买卖 春草大惊 去邮局找河水远的姑姑 那女人却根本不认识河水远 春草大病一场 任凭全家劝说都不吃不喝 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春雨已全镇第一名考上大学 乡亲们敲落打鼓欢气 一个木匠前来求婚 春草丝毫打不起精神 她去县里请学校的老师帮忙 费尽波折在河家村找到了日思夜想的河水远 也见到了河家破烂的草屋 重病的母亲和两个妹妹 河水远解释自己喜欢春草 怕春草知道实情嫌自己家穷不理她 两人默默到车站 踏上车的一刻 春草突然问河水远想不想和自己在一起 欣喜若狂的河水远连点头 两人幸福的拉手跑过大街小巷 春草给河水远换上了织好的毛衣 两人去春草家提亲 春草母亲大怒 说河水远是个骗子 几乎要了春草的命 两人下跪苦苦哀求无果 乡亲们都凑来看热闹 母亲气愤的拿起火钳子追打河水远 她却大喊即使打死她也要娶春草为妻 春草情急之下说自己是河水远的人了 母亲震惊瘫坐在地上大哭 出嫁当天 母亲警告河水远要对春草好 又告诉春草 如果有一天过不下去了可以回来 但要给她一记耳光 婚后的春草虽然和在家一样劳累 心情却格外舒畅 河家人对春草很好 春草希望能早日改变家境 从线上揽编织活回家 很快就迈出了名堂 河水远一句刮目相看 就是对她最大的夸奖 春草怀孕了 河家欣喜万分 一次意外 夜里堆放竹篮的房间燃起了大火 河家房屋成了灰烬 大家拼命拉出春草 她却流产了 全家暂住在戏楼子里 河水远日夜玩牌 听闲话春草命运客人 抱怨娶老婆娶了灾 同村出外打工的大壮 劝河水远也去城里赚钱 春草将谨慎的钱给了河水远 第一次进城的河水远 刚走出车站 就和大壮一群人走散 父亲病了 大哥春阳想来找春草要点钱 却得知河家到了如此境地 河水远和大家走散了 帮助了借酒消愁的马老板 马老板是做绣品生意的 他给了河水远一张名片 告诉他南方绣品在北方特别好卖 河水远很快就回家了 河春草商量奢货去北方卖 可以找表叔帮忙 两人扛着几个大包麻袋去挤火车 火车的拥挤和人群夹缝中闪过的风景 令春草兴奇的同时也感到惶惑 上厕所成了春草最惊心动魄的事情 还差点被乘务员要求补票 两人去投奔表叔 表叔招待了春草夫妇 而表婶和孩子津津回来开始刁难 河水远受不了气想走 春草却如实说明他们的难处 只有找到卖货的地方才能离开 虽说表婶在表叔的劝说下 同意两人留几天 先帮着联系卖货的摊位 心里却十分不痛快 春草一面让表婶帮忙找地方卖货 一面让河水远出去找地方 自己则把表叔家的活全干了 表婶也渐渐对春草刮目相看 态度竟渐渐缓和了起来 春草和河水远寄居在表叔家 摊位迟迟没有消息 两人决定先出去碰碰运气 他们找到了一条街摆摊卖货 刚卖出了几床背面工商就来了 要没收所有的货物 被春草以死护住 匆匆赶来的表叔劝春草冷静再想办法 第二天春草自己去领货 却得知罚款已经有人交了 春草猜到是表叔所为 感激不尽 表婶为了两人能早点走 向邻居推销背面 每床却只卖几十块钱 春草心疼地向表婶解释 只有租摊位卖才能赚到钱 两人搬出了表叔家 表叔帮忙租了个平房 春草自己去找摊位 去红光商场想让人帮忙代销 差点被赶出去 恰好经理路过解了围 春草刚好看到一个空柜台 打听到这个柜台位置不好 没人要 他直接去找孙经理 孙经理架不住春草软磨硬泡 便宜租给了他 走出商场 春草终于看到了一缕阳光 你跟孙经理亲近什么劲的你 你这怎么这样啊 什么时候就往那想 真没劲 河水远听说春草送背面十分不高兴 河春草吵架 我去怎么了 我真是我 哎你还真是你 孙经理把背面还给了春草 解释涨租金是全商场的规定 河水远想自己开店当老板 春草也被说动了心 咱自个儿开个店多好 你干嘛挣这些钱都给别人了 两人买了一辆自行车 河水远载着春草在大街小巷飞奔 享受着好日子的欢乐 春草舍不得离开红光商场 河水远不高兴 一气之下不慎撞了人 自行车也丢了 哭着回去找春草 两人终于租下了自己的店 怀着对孙经理的感激 春草去告别 孙经理叹息春草走了 是商场很大的损失 春草写信给家里报喜 父亲高兴万分 母亲却埋怨春草不管家里 把信撕了 春草突然在河水远衣服里 发现了家里来的信 放置父亲生病了 春草决定祭钱 河水远却很不情愿 春草气愤的责怪 河水远不把自己家里当回事 此次咱们 感谢观看